论中国,亨利基辛格 第十六章 什么样的改革?邓小平南方视察 1989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产生分歧 经过调整,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升任共产党领导人 江泽民所面对的是这个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危机之一 中国陷入孤立,外有贸易制裁,内有这场全国性动乱的余波 除了朝鲜,古巴,越南,世界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都处于崩溃进程之中 中国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逃往国外或寻求避难 获得了同情和组织活动的自由 西藏和新疆也不稳定 达赖喇嘛在国外备受欢迎 并在1989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国际上对西藏地位问题的关注急剧上升 每次社会政治动荡之后 最严峻的挑战是如何恢复凝聚力 但以什么名义推进呢? 对中国的改革来说 国内对这场危机的反应比来自外部的制裁更具威胁 中央内部有声音说 如果我们不对自由化和资本主义式的改革开放发起坚决斗争 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到毁灭 邓小平和江泽民所持观点 与这种声音正好相反 在他们看来 只有加快改革 中国的政治结构才能被赋予新的动力 他们认为提高生活水平 提高生产力是社会稳定的最佳保障 在这种气氛中 1992年初 已经退休的邓小平走上前台 进行他最后一次伟大的公开亮相 他以视察中国南方的方式 敦促继续推进经济开放 为江泽民等改革派领导人积聚民众支持 眼见改革努力处于停止 自己的跟随者 在党内传统主义者面前节节失利 87岁的邓小平 在女儿邓南及几位下属的陪同下 动身前往南方的经济中心 包括根据20世纪80年代改革方案 设立的两个经济特区 深圳和珠海 这是一次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而进行的改革行动 意味着要发挥自由市场的作用 扩大外国投资的范围 倡导个人首创精神 这时候的邓小平既没有官方头衔 也没有正式职务 不过他出现在学校 高科技公司 示范企业 以及其他象征中国改革前景的地方 鼓励全国同胞加倍努力 并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设定了远大目标 全国性媒体当时还保守的 没有理会这些讲话 但是香港媒体的报道 最终还是传回了中国大陆 最后 邓小平南方视察 几乎产生了神话般的意义 他的讲话成了中国后来 20年政治经济政策的蓝本 甚至今天 中国的广告牌上还展示着邓小平南方视察时的形象和话语 包括他的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小平全力维护改革计划 反击所谓背叛中国社会主义传统的指责 他认为经济改革和发展是革命行为 邓小平警告说 中国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改革开放这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动摇不得 只有坚持这条路线 人民才会相信你 拥护你 邓小平坚持认为 改革开放让中国在1989年避免了内战 他再次提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 说他不仅市场失败 更是场内战 毛泽东的继承人现在也开始提倡市场原则 敢于冒险 个人创新以及生产力 创业精神了 邓小平称 利润原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替代理论 而是顺从人的本性 如果因为企业家经营成功而惩罚他们 政府就会失去民众的支持 邓小平建议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 敢于试验 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 看准了的就大胆的事 大胆的闯 不冒点风险 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万无一失 谁敢说这样的话 邓小平驳斥了有关他的改革 将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批评 他没有遵循数十年的毛泽东思想灌输 而是原因他熟悉的那句格言 极重要的是结果 不是什么主意 中国也不应害怕外商投资 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 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 外商总是要赚些钱 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 工人还要拿回资 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 还可以得到信息 打开市场 最后 邓小平抨击了共产党内的左派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自己早期也是左派 当时他是毛泽东 创建人民公社的执行者 现在 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 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 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 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 邓小平催促同胞发扬民族自豪感 促使中国赶上邻国的发展速度 为了表明中国在不到二十年时间内取得的成就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视察时踢到了四大件 即自行车 缝纫机 收音机 手表 他宣称 中国经济能够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如果中国人在发展的过程中敢于解放思想 放开手脚 迎接挑战 中国就会成功 科学技术是关键 作为对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创新讲话的回应 邓小平坚持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换言之 他们可以成为共产党员 邓小平敦促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国 如果他们有专业知识和技能 不管以前的政治态度如何都将受到欢迎 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 还是回国好 希望大家通力合作 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 对我们的国家要爱 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 他曾经帮助建立了这套经济制度 现在又要打破它 对于这个冒迭之年的革命家来说 信念的转变是多么非同寻常啊 国共内战期间 邓小平与毛泽东起在延安坐 直到文化大革命 他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 当时毫无迹象表明 几十年后 他会周游全国 敦促改革他亲手创造的革命成果 几十年来 逐渐出现了一个变化 邓小平开始用普通人的幸福和发展来 重新定义善政的标准 他专注于快速发展 其中也展现出相当多的民族特性 即使这要求采用昔日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方法 邓小平的儿女 后来对美国学者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戴维·兰普顿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我父亲环顾周边 看到四小龙 新加坡 香港 台湾和韩国的发展 他们每年增长百分之八到十 对中国保持着相当大的技术优势 如果我们想超过他们 恢复我们在本地区 以至全世界的应有地位 中国必须比他们增长得还快 为了实现这愿景 在其改革计划中 邓小平倡导美国的许多经济与社会原则 但是他所称的社会主义民主 与多元民主有天壤之别 他一直深信 在中国西方政治原则将制造混乱 阻碍发展 虽然邓小平支持建立威权主义政府 但他认为自己的最终使命是将权力交给下一代人 如果他的发展计划得以成功 下一代人自然会形成自己的政治秩序观 邓小平希望改革计划的成功能够消除民主化演变的诱因 可是他肯定知道 他所倡导的变化 最终必定带来难以预测的政治后果 这就是他的接班人现在面临的挑战 对于不远的将来 邓小平在1992年给出了相对温和的目标 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 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 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20年 如果从建国起 用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 那就很了不起 他指的是到2049年 可实际上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中国做的已经好得多了 毛泽东逝世十多年后 他宣扬的革命精神又出现了 但这是种不同的革命精神 推崇个人的创造力 而非一时形态的热情 依靠与外部世界相联系 而非自给自足 他将像伟大舵手设想的那样 彻底改变中国 但方向正好相反 这就是为什么在南方视察结束时 邓小平简单谈到 他希望西一代领导人有自己的新观点 他说 现在中央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 像他今天这样 聊聊天还可以 做决策就不行了 他这个年龄的人应该让位 这对他这样的活动家来说 是多么难能可贵的表白 我坚持退下来 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 老年人有长处 但也有很大的弱点 老年人容易固执 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 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 越老越要谦虚一点 现在还要继续选人 选更年轻的同志 帮助培养 不要迷信他们成长起来 我们就放心了 现在还不放心啊 邓小平的建议中 除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还有伟人耻目的伤感 他意识到 对于自己所倡导和规划的未来 他已不可能亲手实现 由于目睹了太多的动荡 他希望留下的是个稳定繁荣的中国 尽管他的信心异于言表 但确实需要新的领导人来实现他的理想 这样他才能放心睡大觉 南方视察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活动 落实执行的责任落在了江泽民及其同事肩上 之后邓小平逐渐隐退 远离人们的视线 1997年他逝世时 江泽民已经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 在卓越的朱镕基总理的协助下 江泽民实践了邓小平南方视察留下的遗产 江泽民执政娴熟 到2002年任期结束时 人们讨论的不再是航向是否正确 而是不断崛起 充满活力的中国对世界秩序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论中国 亨利基辛格 第十七章又一次和解 江泽民时期 1989年夏季之后 美中关系几乎又回到起点 1971至1972年 美国与中国谋求和解 之后在文化大革命末期 他深信对华关系 对建立和平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 于是改变了对中国激进治理方式的保留态度 而今美国又开始对华实施制裁 中国的国内改革成了美国重要的政策目标 我曾经见过江泽民 当时他任上海市长 我没有预料到他会成为领导人 引领中国从灾难走向崛起 让中国爆发出令人震惊的活力和创造力 尽管他开始时有些犹疑 但他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快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完成了香港的和平回归 重构了中国与美国及世界的关系 让中国走上了成为全球经济强国之路 在江泽民任职后不久 1989年11月 邓小平竭力对我强调 他对这位新任总书记的高度评价 邓小平 你已经见过江泽民总书记了 将来还会有机会见他 他这个人有自己的思想 非常能感 金星格 我对他印象很深 邓小平 他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外界观察家很少料想到 江泽民会成功 作为上海市委书记 他因慎重处理学潮而受到赞扬 但是作为总书记 他被普遍认为是过渡性人物 与前辈相比 他没有统帅切的光环 权力基础也相对缺少 他是第一位没有军事资历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像其继任者样 他的领导能力来源于政治履历和经济业绩 以前的中共领导人 为人处事 带有伟人的光环 既有新型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风格 也有中国儒家传统的痕迹 江泽民则不同 他更像一位平易近人的家人 热情而不拘礼节 毛泽东是从奥林匹亚山巅俯视谈话对象 好像面对正在考试的研究生 考察他们的哲学见解恰当于否 周恩来谈话轻松 优雅 充满儒家圣人般的智慧 邓小平会打断讨论 直奔主题 使离题寒暄为浪费时间 江泽民不追求哲学上高人一等 为了拉近关系 他时而面带微笑 时而放声大笑 讲些一文去世 感染谈话对象 他为自己的外语天赋 和西方音乐知识感到自豪 时常为此兴高采烈 接见非华人来访者时 为了强调和论点 他讲话中经常夹杂着英语 俄语甚至罗马尼亚词句 时而不经意间在大量中国古典成语 与美国俗语间转换 如It Take a Strat Tango 各巴掌拍不响 如果场合允许 他可能会放声高歌来调节气分 或者强调同志之间的友情 中国领导人与外国来宾谈话时 通常带有一些随行人员 有顾问 也有记录员 他们不说话 也很少给首长传递便条 江泽民正好相反 他总想把他身边的人 变成一个罗马和尚团 他通常提出个想法 然后把他抛给一位顾问来总结 其方式自然而然 让人觉得面对的是个团队 而江泽民是队长 他博览群书 受过高等教育 总是试图把谈话对象带入友好的氛围 至少接待外国人是这样 对话时 他的观点很重要 但对方甚至同事的观点 也能受到重视 从这个意义上说 在我见过的中国领导人中 江泽民是最没有中央亡国气派的人物 江泽民被提升为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之计 美国国务院的片内部报告称 他温文尔雅 精力充沛 还讲述了1987年上海国庆节庆祝活动中的一件事 他从贵宾席上站起来 激情四射的指挥交响乐团演奏国际歌 会场上满是闪光灯和舞台烟雾 1989年 尼克松私下访问北京时 江泽民突然站起来 用英语背诵了 格底斯堡演说 对于中国或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来说 这样的布局礼节 简直是史无前例 外界许多人低估了江泽民 误把他的慈爱风范当成不够严肃 事实正好相反 他的友好是用来划定界限的 划定之后就不能改变 当认为涉及国家重要利益时 他也像其伟大的前辈一样意志坚定 江泽民有足够的世界眼光 指导中国不得不在国际体系中运作 而非通过中央王国来遥控和主导 周恩来知道这一点 邓小平也让 江泽民亲切和蔼的外表之下 是种严肃和精明 他努力把中国引入新的国际秩序 恢复国际自信 既帮助中国治愈国内的创伤 也软化中国的国际形象 江泽民不时用其热情的面目缓和批评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彰显他的政府致力于摆脱孤立 使其体制免遭苏联的厄运 在实现国际目标的过程中 江泽民非常幸运 身边由我认识的最为老练的外交部长 钱其琛 以及智慧超群 品格兼任的首席经济决策者 副总理朱荣基 他们两人都坚定地认为 中国优越的政治体制 最符合本国利益 两人同时也认为 中国要继续发展 需要深化与国际机制 世界经济的联系 包括经常严厉批评中国国内政治的西方世界 钱其琛和朱荣基 遵循江泽民的积极乐观主义路线 亲自开展广泛的对外访问 参加国际会议 接受采访 进行外交和经济对话 以坚定的意志和良好的心态直面 常常心怀疑虑 吹毛求疵的听众 并非所有的中国观察家 都欣赏与蔑视中国现实的西方世界打交道 也并非所有的西方观察家 都赞成与不符合西方政治期待的中国进行接触 评判政治才能要看如何处理不确定性 而不是看如何处理确定性 江泽民、朱荣基、钱其琛及其高层同事们 成功地将中国推上世界的舞台 让充满狐疑的西方世界了解中国 并建立了初步的信任 1989年11月 江泽民刚任总书记 不久后曾邀我见面 谈话中 他回到传统外交的视角 隶属当时发生的事件 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对国内问题的反应 会导致与美国关系的障碍 除了台湾 中美之间没有大的问题 他强调说 我们没有边界争议 在台湾问题上 上海公报确立了一个良好的方案 中国不主张国内原则适用于外国 他说我们不输出革命 但是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 必须由这个国家自己来选择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来自于我们的历史定位 无论如何 中国都继续经济改革 就中国而言 大门一直是敞开的 我们愿意对美国的任何积极姿态 做出反应 我们有许多共同利益 但改革必须是自愿的 不能是外界强加的 中国历史证明压力越大 反弹就越大 我是学自然科学的 所以我想用自然科学规律 来说明问题 中国有11亿人口 它很大 有许多动力 把它向前推并不容易 作为老朋友 我讲的都是实话 约年之后 1990年9月 我又见到了江泽民 当时中美关系依然紧张 从某种意义上说 失望的结果并不意外 美国人坚持认为 他们的价值观 具有普世性 中国领导人根据他们对中方利益的看法 正在做一些调整 而美国的些激进人士 尤其是非政府组织 不愿意因为有部分进展 就宣告实现了目标 对他们来说 北京所认为的让步 意味着他们的目标 可以讨价还价 因而变得不具普世性了 激进人士强调的是道义目标 不是政治目标 而中国领导人关注的是 继续推进政治进程 首先要结束眼前的紧张关系 返回正常的中美关系 而正是这种正常化 激进人士要么一概拒绝 要么必须附加条件 后来 这场辩论中出现了一个贬义词 指责传统外交史 做交易 这一路线的倡导者认为 真正持久和平的前提 是民主国家结成的国际社会 这就是为什么在实施 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时 福特政府和20年之后的 克林顿政府都未能 与国会达成妥协 即使苏联和中国 看似已经准备好做出让步 激进人士拒绝不完整的 认为坚持不懈就能实现最终目标 美国信仰的核心向所有价值观仰 它们具有绝对性特征 这对外交政策运作的细微精妙构成了挑战 如果将美国的治理原则作为中美关系所有其他领域取得进展的核心条件 那么僵局不可避免 在这时刻 双方都必须权衡国家安全主张与治理原则要求 北京强烈反对这一原则 克林顿政府只好调整立场 这一点将在本章后半部分看到 问题变成了美国与其外交对象之间调整轻重缓急 换言之 回到了做交易的传统外交上 否则就得摊牌 这选择必须要做 不能敷衍 我尊敬那些准备为传播美国价值观而战斗的人 可是外交政策既要确立目标 也要确定方法 如果采用的方法与国际框架相抵触 或者商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对外关系 就必须做出选择 我们绝对不能贬低这种选择的性质 在美国国内的辩论中 最佳结果是将两种途径和二维理想主义者承认实现原则需要时间 因而必须根据情况时常调整 现实主义者接受价值观有他的道理 必须纳入政策运作之中 这样的方法认为 每个阵营中都有许多层次 应当努力让他们相互补充 但在实际运作中 这目标经常被狂热的争论所淹没 20世纪90年代 美国国内的辩论 在与中国领导人的讨论中也得到反应 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40年之后 中国领导人主张独立自主 不干涉他国内政 不向国外传播一失形态 这曾经是共产党政策的神圣原则 而美国坚持通过施压和激励来实现价值观的普世性 也就是要干涉别国的内政 我1990年访问北京时 江泽民对我讲的正是这样些说法 他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 中国和美国应当共同努力 在1648年以来 传统欧洲国家体系的原则基础上 建设国际新秩序 也就是说 国内事务不属于外交政策的范围 国家间关系应遵循国家利益原则 1991年9月 我再次访问北京 江泽民又回到了传统外交这个主题上 国家利益压倒了对中国国内行为的反应 我们两国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 没有理由不把两国关系恢复正常 如果相互尊重 如果避免干涉内部事务 如果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处理两国关系 我们就能找到共同利益 随着冷战式对抗的消退 江泽民认为在当今的形势下 意识形态因素在国家关系中不重要 1990年9月 江泽民趁我访问之际向我表示 他已经接过了邓小平的职责 邓小平知道您的来访 他通过我向您表示欢迎 向您问好 其次 他提到了布什总统给他的信 对此他想表达两点 第一 他要求我作为总书记 通过您向布什总统问好 第二 他于去年退休之后 已经把处理这些事物的全权交给我这个总书记 我不打算写信答复布什总统给邓小平的信 但是我所对您说的 虽然是我的话 也符合邓小平想说的思想和精神 江泽民向我传达的信息 是中国已经做出足够让步 现在华盛顿有责任改善关系 江泽民说 就中国而言 我们一直珍惜两国之间的关系 他宣称 中国不再让步 中方做得足够了 我们已经尽力 我们已经做了最大努力 江泽民重复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传统话题 即中国不接受任何压力 坚决抵制任何外来威吓 他还认为 像华盛顿一样 北京也面临来自民众的政治压力 还有一点 我们希望美方注意这事实 如果中国单方采取措施 而美国没有相应举动 中国人民是不允许的 中国与苏联解体 所有这些讨论之下 有一股暗流 那就是苏联的解体 1989年前期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身在北京 中国陷入国内争议 苏联的政治基础却要崩溃了 全世界的电视都在像波曼动作画面一样 对其进行实时转播 戈尔巴乔夫的困境 甚至比北京更令人困扰 中国人之间的争论是 共产党如何执政 而苏联的争议是 共产党是否应该执政 戈尔巴乔夫认为 政治改革、开放 优先于经济调整、改革 于是对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争论 称为必然 戈尔巴乔夫承认出现了普遍的经济停滞 但缺乏打破内在僵化的想象力和技巧 随着时间的推进 这体制中各种监督机构也成了问题 苏联共产党以前是革命的剧 但在其苦心经营的共产主义体制中 除了监管他不懂的东西 毫无其他作用 对于管理现代经济这个问题 苏联共产党的解决办法 是与其原来声称要控制的东西合流 苏联共产党精英成了特权官僚阶级 理论上掌管着国家的政统 实际上却专注于维护其特权 开放和改革产生了冲突 戈尔巴乔夫最终把塑造他 成就他的这一体制带向了崩溃 但在此之前 他重新定义了和平共处 前任领导人确立了他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曾为此争吵 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前辈倡导的和平共处 是最终对抗和胜利之前的暂时缓和 而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 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上宣称 和平共处是共产主义 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永恒状态 他以这种方式重新进入了俄国早在苏联之前 就已经躋身其中的国际体系 我多次访问中国 中国领导人总是竭力把中国与苏联 尤其是戈尔巴乔夫区别开来 1990年9月会面时 江泽民强调 想找到个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是徒劳的 你从与我们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你的朋友周恩来一直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今天他还管用 世界上只有一种社会制度是不行的 我们不想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给别人 也不想别人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强加给我们 中国领导人像戈尔巴乔夫一样也肯定了共处原则 但他们不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取悦西方 而是对西方敬而远之 北京认为戈尔巴乔夫无足轻重 更谈不上误入歧途 他的现代化计划遭到言辞拒绝 因为他考虑不周将政治改革置于经济改革之前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 政治改革长远来看是需要的 但经济改革必须先行步 李瑞环解释了 为什么价格改革在苏联行不通 几乎所有商品都供应不足时 价格改革必将导致通货膨胀和恐慌 朱镕基1990年访问美国时 不断被人赞许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他竭力强调 我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我是中国的朱镕基 我1992年再次访问中国时 钱启琛把苏联的解体描述为爆炸的余波 震荡波四处扩散 苏联解体的确创造出了新的地缘政治版图 北京和华盛顿评估这一新版图时 发现他们的利益不再像准同盟时期那样明显一致了 那时 芬奇主要是在抵制苏联霸权的策略上 而现在 共同的对手消失了 两国领导人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差异 必然走上月台 在北京 冷战结束既是种解脱 也是种忧虑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代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积极 甚至进攻性威慑战略 取得了胜利 与此同时 中国领导人难免拿苏联的解体 与自己的国内挑战做比较 他们也继承了一个古老的多民族帝国 并试图按照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管理 虽然与苏联的非俄罗斯族比例 约50% 相比 中国的非汉族人口所占比例 约10% 小得多 但具有不同传统的少数民族的确存在 而且 这些少数民族居住在于越南 俄罗斯 印度接壤的战略敏感地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苏联依然是战略威胁 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愿意冒险与中国对抗 然而 在美国方面看来 苏联解体代表着民主价值观 取得了永久性全球胜利 两党都有种情绪 认为传统的历史已被超越 同盟和敌人都在毫不动摇地走向多党议会民主和开放市场 美国人认为两种机制之间有必然联系 阻碍这潮流的任何障碍都将被肃清 于是产生了一种新观念 即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在下降 国际体系今后将建立在跨国原则基础之上 由于认为民主国家在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 而专制国家倾向于暴力和国际恐怖主义 因而促进政权更迭 被认为是合法的外交政策行动 不是干涉他国内政 中国领导人拒绝美国人 关于西方自由民主以全面胜利的预言 但他们也知道改革计划需要美国的合作 于是1990年9月 他们通过我向布什总统传递了一则口信 结尾呼吁美国总统 各世纪以来 中国人民一直遭受着外国列强的欺误和羞辱 我们不想再次揭开这伤疤 我认为 总统先生作为中国的老朋友 您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 中国珍惜来之不易的中美友好合作关系 但更珍惜自己的独立 主权和尊严 在新的背景下 中美关系更有必要尽快恢复正常 我相信您能找到实现这目标的方法 为了改善中美关系 对于您采取的任何积极行动 我们都将做出必要的回应 为了强调江泽民亲对我讲的话 中国外交部官员交给我份书面口信 让我转交给布什总统 信上没有签名 被称为书面口头信息 比谈话更正式 比官方召会更含蓄 此外 这位外交部副部长陪同我到机场 亲手交给我份书面答复 澄清了我与江泽民会谈时提出的些问题 他们选择书面形式已是强调 问 邓小平不答复总统的来函 有什么含义吗 答 邓小平去年就退休了 他已经向总统致过口信 说所有此类事物的处理权 都交给江泽民了 问 为什么答复是口头的 而不是书面的 答 邓小平看过来信 但他把这些事情委托给江泽民了 他让江泽民来做答复 我们想给基辛格博士这个机会 由他向总统传递信 因为基辛格博士对中美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问 邓小平了解富含的内容吗 答 当然 问 您提到美国没有采取相应措施 指的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是美国还在制裁中国 总统能够解除或事实上解除 制裁不是最好吗 美国在世界银行贷款上也有决定性发言权 另外一点涉及篮子协议中的高层互访问 您愿意再签一份篮子协议吗 答 这没道理 第一份篮子协议根本就没实现 基于个人经验 乔治H.W.布什总统认为 对个人口最多连续执政历史最长的国家实施干涉政策是不可取的 在特殊情况下 他愿意代表个人或特定团体进行干预 但他认为就中国的国内结构进行全面对抗 将危及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关系 为了回应江泽民的口信 布什突破了对华高层互访禁令 派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访问北京进行磋商 两国关系在这段时间趋于平稳 但18个月后 克林顿政府上台在其第一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 两国关系又陷入过山车般的起伏 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 1992年9月 比尔·克林顿在竞选过程中向中国的执政原则发起了挑战 批评布什政府在1989年后纵容北京 中国不可能永远抵制民主变革的力量 克林顿说终有一天 他也会走上东欧和前苏联共产党政权的道路 美国必须尽其所能 鼓励这进程 1993年上台以后 克林顿把扩展民主确定为首要外交政策目标 1993年9月 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宣称 目标是扩展和加强世界市场民主国家体系和扩大生活在自由体制之下国家的数量 直到人类实现相互合作和平相处的繁荣的民主世界 这一新政府的进攻性人权姿态并非弱化中国或获取战略优势的战略 他反映了一种世界秩序观 希望中国作为令人尊敬的成员参与进来 从克林顿政府的角度看 这是真诚的支持总统及其顾问所做的努力也有利于中国 然而在北京看来 美国的压力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负荷 是以19世纪殖民主义者的手段干涉中国内政 弱化中国的阴谋 中国领导人把这届新政府的声明解读为资本主义国家 企图推翻全世界的共产党政府 他们心里怀疑随着苏联解体 美国很可能像毛泽东预言的那样 消灭个共产党大国 然后再令个共产党大国背后指指点点 在确认听证会上 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更为简练的表达了转变中国的目标 美国将通过鼓励这一大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 努力促进中国从共产主义向民主国家和平演变 无论有意无意 克里斯托弗所说的和平演便让人想起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他曾用这个词语言共产党国家将最终崩溃 在北京看来 这不是个好的动向 而是西方试图在不付诸战争的情况下 将中国转化为资本主义民主国家 在美国克林顿和克里斯托弗的言论毫无争议 但两人在北京都成了被诅咒的对象 克林顿政府也许没有充分认识到这挑战多么巨大 他们扔下保护手套 宣称已经准备好与中国就一系列广泛的议题进行接触 包括中国国内改革状况和融入更广阔的世界经济 与这个刚刚声称要取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美国高官进行对话 中国领导人很可能心有不安 但克林顿政府显然不认为这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这倡议的命运说明了这一政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中国领导人不再声称代表可以输出的独特革命真理 相反 他们拥护中实质上是防御性的目标 极致力于建立一个与他们的执政体系和领土完整不公然敌对的世界 换取时间来发展经济 以自己的节奏来解决国内的问题 这种外交政策姿态更接近比斯迈而不是毛泽东 循序渐进 注重防御 注起堤坝 抵御不利的历史潮流 即便失一失意 中国领导人仍然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意识 他们不失实际地宣称竭力抵制外来压力 借此掩盖他们的担心 江泽民1991年对我说 我们从不屈服于压力 This is very important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是个哲学原则 中国领导人也不接受 把冷战结束解读为进入美国超强时期 在1991年的一次谈话中 钱齐琛告诫道 国际新秩序不能永远维持单级状态 中国将致力于建设多级世界 即致力于反对美国的超强地位 他用人口状况来支持其观点 包括虐待威胁地指出中国有巨大的人口优势 我们认为这样种单级世界不可能存在 有些人好像认为海湾战争和冷战结束后 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了 我认为这不正确 伊斯兰世界有十亿多人口 中国有十亿人口 南亚的人口也超过十亿 中国人口超过美国 苏联 欧洲和日本的总和 所以这还是个多样化的世界 李鹏总理就人权问题 给出了可能最为坦率的评估 1992年12月 我陈述了三个需要改善的政策领域 他答复说 至于你提到的三个领域 我们可以谈下人权 但由于我们之间的重大分歧 我怀疑不大可能有大的进展 人权概念包括传统 道德和哲学价值观 这在中国与西方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 中国人民应该有更多民主权力 在国内政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但这应以中国人民可以接受的方式推进 李鹏承认民主权力应有进展 但他也坦率地指出了中方灵活性的极限 在人权等问题上 我们当然可以做一些事情 我们可以进行讨论 在不丧失原则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灵活的措施 但我们不可能与西方达成全面一致 这会动摇我们的社会基础 克林顿第一任期的标志性 对华倡议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该政府试图给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附加条件 及中国人权记录的改善 最惠国这个说法有些误导 因为大多数国家都享有这地位 与其说是给予特殊好处 倒不如说是承认一国享有正常的贸易特权 有条件最惠国待遇这个概念 具有道德目的 是美国典型的实用的讲法概念 即胡萝卜加大棒 正如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雷克解释的那样 如果产生效果 美国才会给予实惠 否则就给予惩罚 增加压迫与侵略行为的成本 直到中国领导人基于利益做出理性判断 放开其国内体制 温斯顿洛德是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也是20世纪70年代打开中国大门时 我不可或缺的同事 1993年5月 他访问北京 向中方官员介绍这届新政府的思路 在访华之行结束之际 洛德警告说 如果中国想避免终止罪惠国地位 就有必要在人权和不扩散和其他问题上有重大进展 中国政府认为任何附加条件都是不合理的 而美国政治人物要求附加更为严苛的条件 洛德被架在中间筹莫展 洛德访华后不久 我访问了北京 发现中国领导人正在努力规划走出有条件最会国待与困惧的路径 江泽民提出个友好建议 中美两个大国应从长远角度看待问题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符合中国的利益 也能把中国变成有利于亚洲及其他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 我认为 在看待其他国家时 美国应考虑到他们的自尊与主权 这是一条友好的建议 江泽民再次劝说 美国不要把中国当成潜在威胁或竞争对手 从而削弱美国牵制中国的动机 昨天在研讨会上我讲到了这个问题 我也提到泰晤士报上的篇文章 它暗示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超级大国 我再三说过 中国永远不是任何国家的威胁 在克林顿的强硬言辞和国会的敌对情绪下 洛德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歇尔 众议员南希佩洛西达成妥协 同意延长最惠国待遇一年 它已较灵活的行政命令刑事公布 而非约束性的法案 它只对人权附加了条件 而不包括许多国会议员强烈要求的其他民主化领域 但对中国而言 附加条件是一个原则问题 就像苏联拒绝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十样 北京反对附加条件本身 并不在意附加什么内容 1993年5月28日 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这行政命令 将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延长了12个月 到期后根据中国的行为延长或取消 在此期间 克林顿强调 这些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 是坚持中国的人权状况 必须取得重大进展 他解释说 对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 既是项原则 也是表明美方对1989年事件的愤怒 以及对中国执政方式的持续关切 伴随这一行政命令而来的是 比20世纪60年代以来 任何借美国政府对中国都更为贬损的言辞 1993年9月 国家安全顾问雷克在一次讲话中表示 除非中国满足美方要求 否则他将被列入所谓凭借军队 政治监禁 虐待和不可容忍的种族主义 宗教迫害 仇外主义 民族主义 坚守过时执政方式的反动的对抗性国家 还有一些事情深化了中方的疑虑 中国加入官贸总协定 GET 后被世界贸易组织所取代 的谈判因大量问题陷入停滞 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备受攻击 国会参众两院多数议员不同意申办要求 美国政府谨慎地保持沉默 中国申办奥运会以微弱烈势被击败 美国怀疑中国一艘船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零件而贸然进行检查 最终为成功更加煽动了紧张气氛 所有这些事件虽然各有各的理由 但中国按照孙子兵法的逻辑进行分析 认为并非单事件 而是整体趋势反映出了大的阴谋 1994年3月 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问北京 事情终于到了紧急关头 最惠国待遇延期一年即将于6月到期 克里斯托弗后来回忆到 他此行的目的是寻求最惠国待遇问题的解决方案 向中方强调根据总统的政策 他们仅剩有限的时间去修补人权记录 如果他们想保留低关税贸易特权 必须有显著的进展 而且马上 克里斯托弗预定于中国立法机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开幕的当天抵达 中方官员曾暗示此访时机不太恰当 美国国务卿就人权问题来挑战中国政府 预示着要么抢全国人大的风头 要么又使中国官员采取攻势 证明他们不具外来压力 克里斯托弗后来承认 这成了他们展示对抗美国决心的完美论坛 他们的确这么做了 结果成了中美关系缓和以来最为针锋相对的一次外交接触 陪同克里斯托弗访问的洛德称 克里斯托弗与李鹏的会谈成了他所参加过的最令人不快的外交会晤 当年在我与北越的所有谈判中 洛德也一直在我身边 克里斯托弗在其回忆录中讲述了李鹏的反应 李鹏声称 中国的人权政策与美国无关 美国自己也有许多人权问题需要管 为了确保我了解他有多么不悦 中方突然取消了当天晚些时候 我与江泽民主席的会谈 这些紧张事态好像破坏了二十多年富有创意的对华政策 结果美国政府内部经济部门与负责人权问题的政治部门产生了巨大分歧 面对中方的抵制以及美国在华公司的压力 这届政府只好低声下气的请求北京在最惠国待遇到期前几个星期内做出适当让步 以便有理由延长最惠国待遇 克里斯托弗回国后不久 自我设定的最惠国待遇期限已到 政府悄悄地放弃了附加条件的政策 1994年5月26日 克林顿宣布这项政策不再有效 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基本上毫无条件的又延长了一年 他许诺通过其他方式寻求人权进展 比如支持中国的非政府组织 鼓励改善商业行为 必须再说一次 克林顿一直愿意支持两党五届政府维系对华关系的政策 但是作为刚刚当选的总统 他关注中国外交政策态度中无形的东西 更关注美国的国内舆论 他附加条件是出于信念 但首先是为了保护对华政策 国会的攻击日益强烈 他们试图直接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地位 克林顿认为美方恢复了高层接触 延长了最惠国待遇 作为交换 中国人见美国政府些人权让步 但中国人认为他们理应享有所有其他国家 都享有的无条件高层接触和贸易条件 他们不认为取消单边威胁是让步 而且对于任何干涉内政的暗示都尤其敏感 只要人权依然是中美对话的主要议题 僵局便不可避免 当今鼓吹对抗政策的人 应当认真研究下这段历史 在第一任期余下的时间里 克林顿降低了对抗策略的论调 转而强调建设性接触 落得召集美国驻亚洲国家大使 在夏威夷讨论向全面的亚洲政策 平衡人权目标与地缘政治需要 北京承诺继续进行对话 以成功推进改革计划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像其前任乔治HW不识一样 克林顿同情民主变革 人权倡导者的关切 但是他也像前任后任一样 逐渐了解了中国领导人信念的力量 以及面对公开挑战式的坚韧 中美关系很快得到了修补 酝酿已久的江泽民访问华盛顿 于1997年实现 1998年 克林顿对北京进行了八天的回访 两位领导人都表现得热情洋溢 内容广泛的联合声明得以发表 双方建立了磋商机制 处理了一系列技术问题 结束了近十年的对抗气氛 这关系中缺少的是 曾经团结北京和华盛顿 抵制苏联霸权主义的明确的共同目标 美国领导人不能持续无视人权方面 国内政治和信念导致的各种压力 中国领导人继续认为 美国的政策至少部分上市 阻止中国获得大国地位 1995年李鹏的谈话听起来让人欣慰 平息了美国对复兴的中国寻求什么目标的恐惧 些人没有必要担心这种快速发展 中国需要三十年才能赶上中等国家 我们的人口太多了 反过来美国不断许诺没有改变其政策 转对华进行遏制 两种保证的含义是 双方都有能力兑现给对方的承诺 都能在某种程度上自我克制 保证就这样与威胁融合到了一起 第三次台海危机 当围绕着最惠国地位的紧张状态就要消除的时候 台湾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是三个联合公保 在这个相互默契的框架下 台湾建立了充满活力的经济和民主体制 在北京的默许下 台湾加入了亚洲开发银行 亚太经合组织参加了奥运会 北京方面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了统提议 台湾将获得完全的自治权 北京承诺只要台湾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别行政区的地位与香港 澳门将获得的法律地位相同 将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独特的政治制度 甚至可以保留军队 台湾对这些提议的反应非常谨慎 但它受惠于中国大陆的经济转型 在经济上日益相互依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 放松双边贸易和投资限制后 许多台湾公司把生产转移至大陆 到1993年末 台湾地区超过日本 成为中国大陆第二大海外投资来源地 双方的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 但政治道路距离却越来越远 1987年台湾年迈的领导人 蒋经国取消了戒严令 台湾岛内体制大幅度开放 接踵而至 报禁被放开 竞争性政党被允许参与立法选举 1994年 宪法修正案 为通过全民公投选举台湾总统 打了下基础 台湾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新声音 动员勘乱时期被限制的活动得以开展 他们开始倡导迥然不同的国家认同 甚至可能宣布正式独立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反复无常的农业经济学家李登辉 他从国民党基层一直奋斗上来 1988年被任命为党主席 作为一名台湾官员 李登辉的一切表现都为北京所增恨 他成长于日本占领台湾期间 取了一个日本名字 在日本学习 二战期间在日本皇军中服过役 后来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 接受了高等教育 与多数国民党官员不同 李登辉是台湾本土人 他直言不讳 说自己首先是台湾人 其次才是中国人 并娇而不懈地支持台湾 拥有独特的体制和历史经验 1996年选举越来越近 李登辉及其内阁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试图逐步扩大台湾所谓的国际生存空间 让北京和华盛顿的许多人不悦的是 李登辉及其高级部长们开始采取度假外交路线 台湾的大型官方代表团以非正式身份访问各国首都 偶尔参加国际组织的会议 然后通过运作尽可能多地被贴上独立国家的标签 克林顿政府试图与这些事情保持距离 1993年太平洋两岸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来到西雅图 召开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克林顿与江泽民会晤 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克林顿说 在会晤中我重申 美国支持把三个联合公报 当成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石 美国的各中国政策 对美国来说是正确的政策 它既不妨碍我们执行与台湾关系法 也不妨碍我们与台湾建立强大的经济关系 如你们所知 这次会议也有台湾的代表 所以我对现在的状况感到满意 但我认为这不会成为我们与中国关系的绊脚石 克林顿的策略要想奏效 台湾领导就必须克制 但是李登辉决定推进台湾的国家认同 1994年 他征得同意再去中美洲的途中 京亭夏威夷 为飞机加油 这是台湾领导人首次踏上美国的土地 李登辉的下个目标是 1995年康乃尔大学的校友聚会 他曾于1958年 在那里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新当选的众议院议长纽特 金里奇的强烈敦促下 众议院全票支持李登辉此访 参议院只有一票表示反对 沃伦克里斯托弗 曾于四月向中国外交部长做出保证 称李登辉访美与美国的政策不一致 但在强烈的压力下 克林顿政府改变了主意 批准了李登辉个人非官方访问的请求 一到康乃尔大学 李登辉就发表了一篇讲话 破坏了非官方的定义 李登辉对在康乃尔大学的美好时光稍作回忆之后 便开始兴奋地谈起台湾人民对获得正式承认的渴望 李登辉不断提及他的国家和民族 说共产主义即将灭亡 这些狡猾的措辞和粗鲁的言论都让北京不能容忍 北京召回了驻华盛顿大使 推迟批准美国大使提名人选上幕节 取消了与美国政府的其他官方接触 接着按照20世纪50年代台海危机的脚本 北京开始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演习和导弹试演 这既是军事威慑 也是政治姿态 在系列威慑性举动中 中国向台湾海峡发射了导弹以展示军事实力 警告台湾领导人 但它使用的是雅弹 以此表明这些发射具有象征性的意涵 任何一方都不挑战三个联合公报 台湾的平静才能保持 因为公报有许多模糊地带 任何一方试图改变这个结构或强制实施自己对条款的解释都会终结这框架 北京并没有强求澄清 但一旦受到挑战 它就被迫最低限度地表明它是多么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 1995年7月初 当危机势头正经时 我率美中协会America China Society 美国两党前涉华高官组成的团体代表团访问北京 7月4日 我们会见了副总理钱其琛和驻美大使李道玉 钱其琛阐明了中方的立场 主权不容讨价还价 基辛格博士 您肯定知道 中国非常重视中美关系 尽管我们不时有争吵 我们希望看到中美关系恢复正常 有所改善 但美国政府应该清楚这一点 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回旋空间 我们绝不会放弃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对华关系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美中两国最可能的选择就是终止高层接触 但这反而造成一个悖论 即在最需要的时候 双方却自愿放弃了处理危机的机制 苏联解体后 每一方都宣称与另一方保持友好关系 单位的不是寻求共同战略目标 而是找到各代表合作的符号 尽管在这时刻 合作实际上也不存在 我抵达后不久 中国领导人用个他们熟人的微妙姿态 表明他们希望达成和平的结果 在美中协会的正式日程开始之前 我应邀去天津周恩来曾经就读的中学发表演讲 在一位外交部高官的陪同下 我在周恩来塑像旁拍照 介绍我的这位官员利用这个场合 回忆起中美密切合作的高潮时期 另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信号来自江泽民 在各方唇枪舌剑之中 我问江泽民 毛泽东说过台湾问题 可等上一百年 现在是否还算数 不行 江泽民回答 我问江泽民为什么不行 江泽民回答说 毛主席这个话是二十三年前说的 现在只剩七十七年了 然而 双方一九八九年以来 一直没有高层对话 也没有部长级访问 六年来 仅有的高层讨论 也只是在国际会议间隙 或在联合国 让人费解的是 台湾海峡的军事博弈之后 迫在眉睫的问题 自己变成了程序性问题 即如何安排领导人之间会晤的问题 事情又回到了 二十五年前秘密访问结束时的讨论 双方为谁邀请谁 僵持不下 当时毛泽东提出的方案打破了僵局 极可以理解为 双方都向对方发出了邀请 国务卿克里斯托弗 与中国外交部长在文莱的东盟会议上见面 也找到了类似的解决方案 回避了决定谁先走第一步的必要 克里斯托弗转达了美方在处理台湾高级官员访美 以及邀请江泽民与总统会面等问题上的保证 还递交立封至今尚未解密的表明美方意图的总统心寒 江泽民与克林顿于十月举行了会谈 但会面方式没有充分考虑中国的自尊 他既不是国事访问 也不在华盛顿 而是在纽约联合国庆祝成立五十周年的场合 克林顿在林肯中心会见了江泽民 还先后与参加联合国会议的其他主要国家高级领导人 举行了类似会晤 中国在台湾海峡军事演习之后 国家主席访问华盛顿恐怕不会受到良好的接待 在这种模棱两可 欲据还迎的氛围中 1995年12月2日进行的台湾立法院选举 让局势再次升温 北京在福建沿海开始了新一轮军事演习 海陆空三军联合行动 模拟在敌对领土上实施两棲登陆 同样咄咄逼人的心理战同步展开 12月立法院选举前一天 解放军宣布将于1996年3月 即台湾总统选举前再进行一次演习 随着选举临近 导弹射击演习击中台湾岛东北和东南部重要港口城市的附近海域 美国也做出反应 成为1971年缓和关系以来针对中国的最大军事集结 美国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以躲避恶劣天气为借口 穿过台湾海峡 同时华盛顿如履薄冰向北京保证没有改变个中国政策 还要警告台湾不得采取挑衅举动 危机关头 华盛顿和北京认识到没有值得付诸武力的战争目标 也没有强行改变现实的条件 马德林·奥尔波赖特说 中国非常特别 中国太大 美国不能予以忽视 也很强硬 难以拥抱它 中国很难被左右 因为中国非常非常自豪 对中国而言 美国太强大 难以胁迫 而且致力于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 中国也需要这种关系 超级大国美国 充满活力的中国 全球化的世界 以及世界事务重心 逐渐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 都需要一个和平合作的中美关系 危机之后 中美关系显著改善 正当美中关系开始走向以前的高点 有一场危机如夏日经雷一样 震撼了两国关系 科索沃战争 本应成为美中关系的顶点 可是1999年5月 美国驾避二轰炸机从密苏里起飞 摧毁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 抗议风暴席卷整个中国 学生与政府同仇敌凯 认为这再次证明美国不尊重中国的主权 江泽民称之为蓄意挑衅 他无所畏惧地说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期的 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可舞的 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尽管已是深夜 国务卿马德林 奥尔布奈特亦得到通知 便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 陪同他去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 表达美国政府的遗憾 然而 面对公众的情绪 江泽民觉得 有义务表达自己的愤怒 但他之后也用那些话来平息民众 美国总统在人权问题上也是这样 中国义愤填膺 美国则声称必须压制中国 两种观念都反映了各自严肃的信念 也说明两国关系有对抗的潜力 双方有可能被现代外交政策的本质 拖入世界各地的紧张事态中去 双方政府依然认为有必要进行合作 但他们不能控制两国相互撞击的方式 这是中美关系中尚未解决的挑战 中国的复兴与江泽民的思考 在不时发生危机的同时 20世纪90年代也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以及国际角色的不断扩大 80年代 中国的改革开放部分上还是个展望 效果是明显的 但深度和持续性仍值得讨论 在中国内部 发展方向还备受争议 1989年后 中国的些学术和政治精英鼓吹走内向路线 减少中国经济与西方的联系 邓小平通过南方视察挑战了这论调 江泽民上任时 苏联模式的国有企业大多没有改革 仍占经济总量的50%以上 中国与世界贸易体系的联系 只是局部的和常识性的 外国企业对投资中国仍心存疑虑 中国公司则很少到境外创业 20世纪90年代末 看似不可能的前景成为现实 整个十年中 中国的年均增长速度不低于7% 有些年份甚至达到了两位数 这段时期也成为中国历史上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持久 最强大的时期之一 人均收入约为1978年的三倍 城镇地区的收入水平提高更快 约为1978年的五倍 在这些变化之中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方形为爱 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地区经济作用 它通过实施资本控制和财政紧缩政策 抑制住了90年代初节节攀升的通货膨胀 使其后来躲过了1997至1998年 亚洲金融危机这段最糟糕的时期 中国在经济危机中首次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堡垒 并担当起以前不太习惯的角色 以前它经常是外国特别是西方经济处方的接受者 现在则日益独立地倡导自己的方案 成为危机中向其他经济体提供紧急援助的国家 2001年 随着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 以及结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 中国的这新地位更加巩固 中国国内思想体系的重新调整 助推了这转型 江泽民沿着邓小平的改革道路继续向前 开始扩展共产主义的内涵 从排他的阶级精英向更宽的社会阶层敞开大门 在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他推出了自己的思想理念 及众所周知的三个代表 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参加党代表大会 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和平权力移交 这个理念阐明了 为什么这个通过革命赢得支持的党 现在也需要代表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潜意识形态敌人的利益 尽管中国还是一党执政的国家 但江泽民把共产党向商界领袖开放 使共产党的内部管理更加民主 在这进程中 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日益交织在齐 20世纪90年代初 美国和中国大陆的贸易总额还只是美国与台湾地区贸易总额的一半 到了90年代末 美中贸易额已翻了两番 中国对美出口总额增加了六倍 美国的跨国公司是中国为其商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是生产基地也是日益重要的货币市场 反过来 中国用越来越多的现金储备投资购买美国政府债券 2008年成为美国债务最大的外国持有者 与此同时 中国日益承担起新的世界角色 利益遍及全球每个角落 与更宽广的政治经济趋势前所未有的融合起来 马嘎尔尼与中国清廷就贸易和外交承认 首次进行了相互误解的谈判 两个世纪后 中国和西方都认识到 不管有没有准备好迎接挑战 他们已经处于相互交往的新阶段 正如时任副总理朱镕基1997年所说 现在可以说是 中国有史以来与世界交往 联系最密切的时期 在以前的年代 例如马嘎尔尼时期甚至冷战时期 中国世界与西方世界 只是就有限事务 按照沉稳的步伐进行交往 现在无论是好是坏 现代技术和经济相互依赖 已经使双方不可能再以如此缓慢的方式 处理相互关系 结果 双方都面临着一个有些矛盾的处境 他们有更多机会相互了解 也有新的机会冲击对方的敏感神经 全球化的世界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但在危急时刻 紧张状态也经常更快地恶化 随着任期即将结束 江泽民认识到了这种危险 这种态度在冷淡 理性 自制的中国领导人中间一般难以找到 2001年 江泽民会见了美中协会的一些成员 当时他正处于12年任期的最后一年 但已经陷入怀旧之中 他的举动都曾举足轻重 但他就要离开舞台 成为这些重大事件的旁观者 他主掌了一段动荡的时期 开始时 中国被国际社会孤立 至少是被民主发达国家所孤立 而中国实施改革计划急需他们 江泽民克服了这些挑战 与美国的政治合作重新确立 改革计划加速推进 创造了非凡的增长率 再过十年 中国即将变成一个全球金融和经济大国 以动荡和疑虑开始的十年 结果成了一段成就卓越的时期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 不论是与另个超级大国合作 还是与之对抗 在如何参与国际秩序方面 都毫无先例可寻 实际上 这个超级大国 美国 即使愿意面对 也缺乏应对这局面的经验 无论愿意与否 各新的国际秩序注定要出现 这一秩序的性质和标准 是两国尚未克服的挑战 或为伙伴或为敌人 他们注定要相互交往 当前的领导人都宣誓建立伙伴关系 但都还没有确定其内涵 也没有建造躲避前方暴风骤雨的避风港 江泽民现在面对的是个新世纪和新一代美国领导人 乔治H.W.不时在认识 江泽民被无人遇见到的事件意外推上了最高位置 而后美国产生了一位新总统老布什的儿子 江泽民与这位新总统的关系 开始于又一场不期而遇的军事冲突 2001年4月1日发生了中美撞击事件 江泽民和布什都不允许这事件破坏中美关系 两天后江泽民离开北京 展开早就安排好的南美之行 这表明他作为中央军委主席 不希望启动危机行动 布什对中国飞行员之死表示了遗憾 在与美中协会成员会晤之中 江泽民脑海之中 好像已经预感到了世事难料的危险 他侃侃而谈 一会儿引用中国的古典诗词 一会儿突然插入英文短语 大谈特谈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他看似离题万里 其话语中却反映出种希望和困惑 希望两国找到办法 避免双方社会变化引起的风暴 也担心两国可能错过机会 江泽民开场白的主题是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我不是夸大我们自己的重要性 但中美之间的良好合作对世界很重要 We will do best to do it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实现这点 这对整个世界都很重要 可是如果把整个世界作为主体 领导人真的有资格应对吗 江泽民指出 他开始时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 后来接受西方教育 接着又在前苏联的学校求学 现在他正领导各国家的转型 与所有这些文化打交道 中国和美国正面对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及台湾的未来 江泽民没有使用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熟悉言辞 相反 他讲的是关于双方对话的内在动态性 以及不管领导人愿意与否 局势可能怎样失控 而到那时 领导人可能会迫于公众的压力 而采取本不愿采取的行动 他表示 美中之间最大的问题是台湾问题 比如 我们常说和平解决和一国两制 一般来说 我自己只愿说这两句话 但有时我还得加上我们不承诺 放弃使用武力 当然 江泽民不能回避这个中国打开大门之前 曾让130多次中美会谈陷入僵局的问题 也不能回避从那时开始故意留下的模糊态度 可是 尽管中国拒绝放弃使用武力 因为这意味着主权受到了限制 但到江泽民说这些话时 中国实际上已经自我克制30年了 而且 江泽民也是用最温和的方式表述这一神圣话语的 江泽民不要求立即出现变化 相反 他指出美方的立场有些反常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但另一方面也没有促进同 实际后果是台湾变成了美国不臣的航空母舰 在这种形式下 不管中国政府的意愿如何 民众的诉求都有可能产生对抗的动力 我在中央政府近12年中 非常强烈的感受到了12亿中国人民的感情 我们当然对你们怀有最好的期望 可一旦冒出火星 12亿人民的情绪就难以控制了 不管多么令人遗憾或者表述起来多么委婉 我觉得有必要对这武力威胁做出回应 如果讨论涉及使用武力 这会强化所有想用台湾问题伤害我们关系的力量 在美中军事对抗中 即使我们这些人会感到伤心 但也只能支持我们自己的国家 江泽民回答时没有言用 中国不惧怕战争威胁等传统的口径 他从世界的角度指出 未来取决于中美合作 他呼吁拥有全球眼光 这是最需要的 也正是各国历史上都难以实现的 不清楚中国和美国能不能找到共同语言 解决台湾问题 我曾经说过 如果台湾不是在美国保护下 我们早就能解放它了 因此 问题是我们如何达成妥协 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这是我们关系中最敏感的部分 我们是老朋友 我不必使用外交语言 总之 我希望布什总统再认识 我们两国能从战略和全球角度处理中美关系 我以前见过的中国领导人都有长远眼光 但大多来自以往的教训 他们也处于为遥远未来建设重大工程的进程中 但他们很少描述中期未来的样子 认为其特征只能从他们所做的众多努力中显现出来 江泽民所呼吁的东西可能不那么激动人心 但可能更为深远 在其任职结束时 江泽民认为双方有必要重新确定自己的思想框架 毛泽东尽管有战术调整 但苛求意识形态正确 江泽民好像是说双方都应该认识到 如果想真诚合作 他们需要知道 必须对传统态度做一些修正 他敦促双方重新研究各自的内部信条 并愿意进行重新解释 包括社会主义 这个世界应该是个丰富多彩 多种多样的地方 比如中国1978年决定进行改革开放 1992年我在十四大上讲到 中国的发展模式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对那些习惯了西方的人来说 你认为市场不足为奇 但在1992年 在这里说市场是有很大风险的 由于这个原因 江泽民敦促双方让意识形态适应相互依赖的现实 简单的说 西方最好放弃过去对待共产党国家的态度 不再以天真 简单的方式看待共产主义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视察讲话中说得很好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几代 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 我是个工程师 我算了算 从孔子到现在有七十八代了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我现在认为邓小平为我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条件 关于你说的价值体系 东西方必须增进相互了解 也许我有一点天真了 提及七十八代这个说法 是想让美国放心 不必害怕强大中国的崛起 它需要那么多代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报复 但中国的政治环境 还是敌人 未来是合作还是对抗 美国的使命是向中国扩展民主 还是与中国合作实现和平的世界 或者是否可能两者兼得 从此双方都由义务克服内部的矛盾心理 确定中美关系的最终性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